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网上曝光的名单可以知道 最后汪峰选择了大壮 其实也很明显 汪峰还是要做摇滚的 张梅的实力并不足以让汪峰为其冒险 才望罗布最后依靠卫赛加入那英战队 至此 24强选手全部出炉 随时冠军也变成大家讨论最多的问题 从选手实力和包装来看 下面8足选手有冠军像 第8名 于空 于空的声音首先让人想到的就是周深 然而他却和周深不一样 独特的戏曲唱腔 展现的是传统戏曲与流行元素碰撞的火花 从校园歌手赛一轮游到冠军的背后 是戏曲家族的底液 也是好声音的可能性 他自己也在努力摆脱小周深的名字 也是有实力的人才感这么说吧 第7名 民以机 充满未来神秘感的民以机乐队 能登上好声音的舞台 这确实是节目组的一个突破 但是人家并不是来当花瓶的 而是真正有实力的乐队 虽然只听到一首歌 但能及说唱 金属 电子 赛博朋克一一体 也是体现自身融合的能力 主唱的声音也是具有特别的未来感 摇滚败十足 总而言之能把听觉和视觉同时做到位 还是具有一定的前景 就看好声音感不敢给乐队夺冠了 第6名 王静文 作为一个参加过其他比赛的选手 并非小白 被PK时还紧张到打阁 的确有点说不过去 但是在那种高压时刻 任谁都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赫三这妹子虚晃一枪确实太吓人了 好在比过一场的王静文也是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在原创门槛不高的今天 王静文的创作能力 明显强于一半选手 得到心仪导师的肯定 王静文也是精定了自己要做原创歌手的梦想 能不能走到更远 就看之后的表现了 第五名 韦里安能和吴清风 云俊杰等人争金曲奖 能被那音要歌 证明了其强大的实力 张碧晨一耳听出这有点像韦里安也是 到处韦里安当前歌红人不红的尴尬处境 作为史上最大牌的学员 能来参加好声音就已经是个大话题 但是依据节目组的妙性 留到最后的可能性不大 花钱培养别人家的签约艺人 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不太干得出来 第四名 王洪浩阳光帅气的外形 充满磁性的嗓音 出色的唱功 为数不多的不唱原唱的选手 导师八转的成绩 注定要成为一匹黑马 你感性这是一个学体育的零零后小生 果然文体不分家 关键这还不是王洪浩最强的实力 副歌部分还是有受到一点点导师转身的影响 最精彩的是导师抢人环节 八大导师毫不远视地夸赞 花样翻新平平 那因为了抢人更是以无论次 可见导师团对他的喜爱 个人觉得王洪浩非常值得包装 第三名 陈文飞 别看陈文飞其貌不扬 人气也不高 但他却是个隐藏的高手 尤其以唱功见长 那首感人的歌曲《相约在武汉》 就是由他演唱 那音也是直夸他是彩你 在第一次抢位战PK时战胜 2017年快男的季军女艺客 虽然影域可有刺身的问题 但从陈文飞的表现值得那音流汤 第二名 谭轩妍 作为好声音最大牌的回归学员 从出现就一直话题不断 六年的沉浮 让他学习到很多的技巧 音乐也很更加多变 从他王选时的表现来看 摇滚并不需要一直靠好 声音的爆发力才是关键 本在六年前就有机会夺冠 这次回来能不能给个冠军 据说在战队PK时 也是战胜了夺冠大热门五颗月 第一名 五颗月 唯一以乐语歌登场的广东女孩五颗月 唱功了得 气息稳定 内心强大 不惧PK 漂亮的外表更是给自己加分不少 整个人就有一种明星的气质 选手也是感受到实力威胁 没人敢挑五颗月PK 不过乐语标准的五颗月 不知道唱中文歌会是什么状态 会不会一样好听 本期节目就先到这儿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 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 点个赞 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